最后一个小节就是综合管狼 我还是说那句话 综合管狼这里边我们提到的绝大多数内容 你都把它当选择看 另外教材后边有一个就关于这个 这个管狼的这个施工检验 其实他就提到的管狼本身的混凝土的问题 模板支架的问题 以及他回天土的问题 这个前面其他内容里面都讲过了 这里不再说了 所以就是这个质量验出我们不讲 我们不讲 来首先看第一个 选择题 我还是说我只要不让你记得 你都把它当选择题就行了 我不让你背的 你都把它当选择题 第一个就是综合管狼的分类 有干线有支线和这个缆线的 干线干什么呢 干线是主干的主干的管线 它是独立分仓设置 就是里边有独立的这些不同的管道 然后他一般是位于机动车道 绿化带下面 支线的综合管狼呢 是配合的这种配级管线 它是单舱或者双舱设计 一般设置在绿化带 人行道非机动车道下面 然后缆线呢 既然叫缆线 说明这个管狼里边走的都是一些线缆 是吧 它专门是走线缆的 采用潜埋管沟的方式 采用这个开启盖板 或者不开启盖板都行 然后他的目的就是容纳电力 电缆和通信线缆的 里边全都是线缆 所以这种管狼相对来说体积比较小 一般位于人行道以下 好了 这个就注意一下 不同道管狼作用是什么就行了 然后再往下 就是管狼根据它的断面设置 有要求 比如说管狼里边 如果安装燃气管道的时候 燃气管道要独立仓使 就是一个管狼 它有独立的各种仓使 是吧 其中燃气管道要单独放 和其他管道不能放在一块 热力管道呢 采用蒸汽的时候呢 也要独立 如果采用热水可以不独立 热力管网不应当和电力管网同仓辐射 要隔开 110千伏以上的电缆 不能够和通信电缆同侧 因为这个电力过大的时候 对通信会产生明显的这种信号影响 济水管道和热力管道同侧不止是 积水管道要为鱼热力管道的下方 积水管道的下 进入综合管道的排水管道 应当采用分流制 就是雨污分流 雨水管是雨水管 污水管是污水管 为什么 因为雨水管可以回收使用 而污水管 就把它单独的排走 污水管一般 不要单独用管狼去排 而是在管狼里边再设污水管 防止污水污染到 或者是腐蚀到我们管狼的混凝土体 第二个 管狼的设计年限 一百年要注意 结构安全等级 注意数字 选择提高点 然后管狼的施工方法 明挖 盖挖 顿构 喷毛 都行 也是选择提高点 一般在新城区用明挖法 老城区一般是要结合 这个这个 要改造 是吧 老城区改造 一般用明挖或盖挖施工 然后施工准备 首先 材料要求 选择提高点 我们管狼用的混凝土 一般用高性能混凝土 而且是用高强度钢筋 钢筋混凝土里边的强度 一般不低于C30 运力混凝土的强度 不低于C40 地下部分采用自方水混凝土 气体结构 采用的实材强度 不能低于MU40 然后气体之间用的 那个沙浆强度 不能低于M10 这些都是强度要求 这些把它当选择提干 几根回田 回田这里边 这就是回田土都一样 是吧 两侧对身回田 回田的土的要求 然后分层回田 分层压石 压石钩要求 这个都不再说了 这里边就说一句就是 我们对于管道 管寒 香寒等等的回田 要求在我们的管道 或者管寒顶部以上500毫米范围内 不能用压路机 对吧 而对于地下管狼 我们要的是管狼顶板以上1000毫米范围内 不能用压路机 这里边注意 它不是500毫米 而是1000毫米 单独机 选择提高点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管狼的内容 那管狼的内容结束了 我们整个管道的内容也就结束了 好吧 按照咱们的要求 里边让你背的 让你写的 一定要反复去记忆 好吧 对于那些不需要你背的 你把它当选择提的时候 你要多看两遍 特别是针对一些小词 我们选择去考的比较细 考的相对来说比较细 所以大家